在刚超第一轮上海生花,0比4输给上海上赶的夺底战中, 百家俊,苏世宁两人联手打了奥斯卡, 整个过程非常面略,裁判的红牌只是直接处罚。 再后,上海生花俱乐部意识到了球队某些人严重损害的球队整体利益, 官方宣布,率先对百家俊和苏世宁分别做出30万的处罚令将下方力度对加平心, 这一挤斗赶在了卓协的前面,按照卓协的相关条例, 到焦俊和苏世宁的征划力度也不会小, 由此可见,这一次两大位人算是遭到双重征划, 从算是影响力要分析, 生花两件打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坏消息, 因为这是上海得比,而且还是接入战, 影响比赛季中要大得多, 同时让中超第一反倒队断生, 回顾庄超近两年, 上海生花俱乐部集齐了六大位人, 分别是秦深、李建冰、范志义、 孙世宁、百娇俊和苏世宁的苏世宁分别有, 秦深曾练义踩踏尔特塞尔、李建冰, 曾飞踩奥斯卡膝盖, 孙世宁则给他托述了个大名指, 如今再打了奥斯卡, 百娇俊第四次在德比战中拿到红台, 李建冰先给大坎部洗头, 范志义,直接掌握钩台, 其中,教练贝志义的打人算是破裂了, 在生花地时也是罕见, 其实生花这些人都一个共同特点, 就是脾气火爆, 一点就着, 生花俱乐部此时开始采取重罚, 或许能够越制越人命的越巡, 自打生花出现了多次打人事件后, 不少前女也开始质疑了俱乐部管理, 甚至有人认为, 是这些人到了生花才变成这样的, 因为其中不少人均为跟打气的球员, 近年十九岁的周俊成, 也开始败入了为人的全职, 其气承认火爆, 而且直接进入了俗学, 招大了一年的停赛处罚, 最后, 还是希望上海生花能够远离球场暴力。